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您水笑 第26章 雷雾森林的雷泽 一路狂奔 直到后面擦擦的游动声消失 莫无忌才敢停下来 他回头观察了一下 见那一只追着他的钻心蛇 此刻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他这才微微松了口气 但莫无忌并没有觉得 自己脱离了死亡的威胁 这里四处都是雾蒙蒙一片 高大的树木在这雾蒙蒙当中 让他根本连天空也看不到 此刻他必定已经在了雷雾森林里 甚至还不是边缘地带 韩宁等人士一个也见不到 莫无忌也没心情去管他们 无论如何 他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出去 尽管从未来过雷雾森林 但莫无忌可不认为别人在骗他 留在这里多一分钟 他就多一分钟的不安 咔嚓一声 大树断裂的声响传了过来 紧跟着 两道黑影从雾气中出现 借助林中暗淡的光亮 莫无忌看清了这两道黑影是什么 莫无忌只觉头皮震震发麻 这是两头他从未见过的野兽 其中有一头有三只眼睛 浑身长着大块的鳞片 另外一头看起来有些像老虎 嘴巴却伸了出来 嘴角的獠牙还带着血迹和毛发 两头野兽似乎根本没有看见莫无忌 或者说看见莫无忌也没把他当回事 这两头巨兽一落下来 再次轰在了一起 剧烈的轰鸣声和野兽的嘶吼 让莫无忌心中狂跳 幸好来的是两头野兽 若是一头 也许他此刻已经成了野兽肚里的点心 在退走的同时 莫无忌的眼光从未离开过这两只野兽 这肯定是妖兽 莫无忌想起了丁不二对他说的话 在雷伍森林里有很多的妖兽 莫无忌小心飞速地后退 直到他脚心一凉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只顾着看前头两头打斗的妖兽 居然忘了查看后面的道路 一道雷光从莫无忌身前不远的地方闪了过去 这道雷光将周围的环境映射得分外明亮 直到此时 莫无忌才看清楚自己陷入何方 他竟然退到了一片沼泽的中间 又是两道雷光从莫无忌身边闪过 这两道雷光带起的两个弧形拱桥 看起来很迷人 可是却让莫无忌的一颗心沉到了最深处 他终于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雷泽 这肯定是雷泽 丁布二告诉他 在雷伍森林里除了可怕的妖兽之外 还有一样便是可怕的雷泽 一旦陷入其中只有等死的范儿 长叹一声 莫无忌反倒是冷静下来 雷伍森林的妖兽和雷泽都被他遇见了 如果他还能活下去 那才是真正的奇迹 他的双脚陷入雷泽的泥水里 难怪有种冰凉的感觉 也不知道这雷泽中除了雷狐 还有没有别的可怕事物 反正都是一死 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莫无忌小心地拖动了一下 陷入雷泽泥水中的脚 想要移出去 就算是必死无疑 他也要挣扎一下 又是一道雷光 从雷泽中直接闪了出来 这次莫无忌可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雷狐直接落在了他的肩上 剧烈的烧灼感传来 莫无忌整个身子都是一软 直接跪倒在了雷泽之中 似乎是因为这道雷光的引领 又是竖道雷光从雷泽中闪出来 化成了一道道圆拱形的弧状 落在了莫无忌的身体上 衣服被电护撕裂 肌肤胶着的味道传了出来 莫无忌整个人都给麻木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 没想到自己重回一世 居然是被电死的 而且这种电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还不如来到狠的 让他不要这样活受罪 似乎是感受到了莫无忌内心的想法 一道更加粗大的电弧轰了过来 可是这道电弧再次轰裂莫无忌的肩骨之后 居然没有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痛处折磨 不但如此 莫无忌清晰地感觉到 那道雷弧从他的肩膀渗入身体 直接冲开了什么 下一刻 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突然传了出来 莫无忌 整个人都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那道被他用开脉药液打通 最后还是堵住的经脉 竟被这道电弧直接冲开了一丝缝隙 若这电弧不断地冲下去 岂非说 他这道被堵塞的经脉 最后能被完全打通 经脉打通了 那不就意味着他有了凌落 有了凌落 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修炼了 已经被雷泽的电弧 轰得外焦里嫩的莫无忌 此刻不但不再继续想逃出去 反而在等着雷弧轰下来 又是两道雷弧 先后从雷泽闪出来 落在了他身上 可惜的是 这两道雷弧除了让他更加痛苦之外 没有一道能和先前那道一样 正好帮他撕开毒涩的经脉 这样可不行啊 可惜的是 莫无忌没有手段控制那些雷弧 否则的话 他必然控制这些雷弧 冲击那没有彻底开辟成功的经脉 又经历几次雷弧加身 莫无忌知道不能再这么等下去 用这种靠天受到的运气手段去开辟经脉 估计不等经脉被打通 已经被雷弧给打死了 莫无忌从破碎的口袋中取出布袋 拿出了一瓶他炼制好的开卖药液 直接仰头吞了进去 就好像有一团火焰 在体内那条没有完全开发的经脉中 再次燃烧起来 又是一道雷弧落下来 莫无忌想要集中精神 让那道雷弧同样落在正在药液燃烧的经脉里 也不知是莫无忌的精神起了作用 还是那开辟经脉的药液起了作用 这次雷弧再次化作雷源力量 从那道经脉中轰了出去 也许是心理作用 莫无忌甚至可以感受到 自己那条被堵住的经脉 再次被撕开了线 跟着又是一道雷弧落下 同样不偏不倚落在了那道经脉之中 那条经脉堵塞的裂口更加大了一些 而在雷弧的作用下 通过燃烧开辟经脉的药液 消散得越来越快 应该是因为开脉药液的作用 让雷弧自动轰在了那条经脉当中 感觉到体内药液渐渐消失的时候 莫无忌毫不犹豫再吞一瓶 接连十数道雷弧不断地哄在莫无忌身体里 随着体内一声轻不可闻的细响 莫无忌觉得整个人都轻松起来 哪怕他在雷泽中被雷弧惦击了这么久 在这一刻他依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只是这些力量他并没有办法施展 身体也只有疲惫和撕裂的痛处 莫无忌鼻尖都算了 他甚至有些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他清楚这是这么一回事 他日夜期盼的脉络终于通了一条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